我是就讀大大大学运建系的球女圈 然后前几日在参加全大运在400公尺的第一还有破大会纪录 然后200是得第三名 然后平常练习的话就是 一个礼拜会抽出几天回那个之前高中练习这样 然后没有就是没有回去的话就在这里教练也会出课表给我 然后就是自己跑这样 我的名字叫刘芷燕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就读大业大学 那我这次在中央大学的全大运比赛项目是比女子成安跳一组这样 那我这次是获得金牌 那这次有跳到三米就是比上一次两米八就是成绩更好 对这样 那你平常除了课越之余怎么去来做练 我平常上课都差不多上到四点多 对然后我就练习时间差不多都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 那教练会给我课表我就自己练 大家好我是吴晨浩 我现在就读大业大学环境工程学系 然后现在三年级 然后我是这次全大运获得一般混合双打亚军 因为今年是第三年参赛 然后都只有第一次赢牌 第二次同牌 这次又赢牌 下一次希望有机会可以拿金牌这样 我是蔡欣妮 旧族大业大学快支系二年级 然后今年参赛的项目是全大运的一般组混合双打亚军 之前的项目都是女单跟女爽 然后是大学跟搭档第一次搭混双这样 然后练习的时候是打法完全都不太一样 观念也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两个常常会就是可能会有时候一两颗球会撞在一起这样 那后来怎么去读乎这样子呢 就是一直去沟通跟练习 然后协调出来我们两个自己的默契 我是公共系一年级 然后胡玉璇 我练跆拳大概十三年左右 大概从小学开始就开始练了 那高中阶段有经过一些训练 所以到大学的时候才会继续练跆拳 在练跆拳上面比较困难的通常都在于体力跟技术上面 那在这边的场地是有办法给我们训练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过来这边练习 在比起其他的外面小道馆来说 场地相对是大的 是舒服的 我是药宝系大三 然后叫李嘉玲 那我练跆拳差不多六年左右吧 大概 那当初会学也是因为兴趣啊 然后想说要当做运动这样子 对啊 然后就一直到大学 然后刚好有社团 就来练一练 感觉吗 学弟很厉害 所以两个是相识相识的对不对 对啊对啊 就可以跟他学到很多 因为他本身就学到的问题 对啊对啊 比较练比较宽